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 修行一定要重在实质 不要重在行事 重在行事起不了作用的 如果我们只是一个表面上来看 我用功 我在念佛 当这个境界一来的时候 第一个起作用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喜气 都是我们的烦恼 如果真正你有修行的话 当这个烦恼来的时候 第一个起作用是什么 是你的智慧 所以有修跟没有修 看得出来的 时间会证明一切 这个人有没有修行 这个人能不能往生西方去的世界 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所以罗活罗尊者 就是这个修来的 咱们给大家看看